这两年《沉浸世剧场》在国内开始兴起 这种新的表演形态有别于传统舞台剧 观众不是坐在台下观看 而是可以在舞台上自由走动 近距离感受演员的爱恨情仇 像是热门台剧《华灯初上》 就被改编成《沉浸世剧场》 一样是复刻80年代的日式酒店 保留原剧的角色性格 但发展出十种不同的结局 另外以交通工具为主题的《落日转运站》 同样是融合体验和戏剧的沉浸世作品 让观众在拟真的列车里与演员互动 我们的记者就实地走到幕后 直击演员排练 感受这些团队如何为本土表演艺术 注入不一样的火水 复古的丹香招牌 巴黎年代日式酒店 这场景是否似曾相识 生日快乐 酒吧里小姐们和酒客大玩猜腿游戏 猜腿游戏 猜腿游戏 然后我猜是 这个比我多年半的领导 我猜是最有名的 超航台剧《华灯初上》再度登场 不只换人眼 演出形式也不同 观众不是坐在台下看完一出戏 而是在舞台上自由穿梭 看你想看的角色标系 演员一个眼神一个呼吸 你都能近距离感受 我们打破了所谓的近方式的演出 所以观众其实是更有参与感 更有带路感的进入到 等于是你走到了那个剧里面的内容里面 那你可以非常非常近的距离 跟演员看着演员演出 你可以360度的看着他 甚至是它让观众可以更感受到 所有的舞感 例如说在空间里面你可以闻到味道 沉浸市剧场在国外早已经流行多年 梁浩勋相信台湾也有市场潜力 想把国外观影经验搬到国内来 我们在外白老会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有没有可能把外白老会那种 比较大规模的制作方式放到台湾来 并且加入台湾的台剧的文本 我们不就是因为这样才分手的吗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店里的声音变得不太好 原主的时代背景是大家熟悉的 1988年调通文化 加上剧里角色个性鲜明 又有悬疑剧情 对梁浩勋来说 非常符合沉浸市剧场的制作需求 运用400平空间打造20个场景 每一场次十位演员上阵 保留角色性格 但故事发展大不同 凶手和死者换人当 有十种不同的剧本 我们的每一场戏里面会有不同的死者 所以观众会有一种探索感 我常常在熟悉的城市剧场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东西是体验 第二件事是情绪 第三个才是文本 所以所有的观众进到这样的形式 城市剧场里面 它的文本其实是零碎的 是需要拼凑出来 就像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 我们无法去参与到每一个人 真实的人生的每一个片段 但我们只能零碎的去拼凑出 这一个人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的体现一个我们真实人生里面会遇到的状况 也因为观众在场上来去自如 创作过程必须考量更多环节 传统譬如说舞台剧的话 我通常会 我们很简单嘛 我们视角是单一的 因为观众就坐在观众席的下面 那演员就在台上演 所以我只要检视这个视角 它没有造成任何问题 就OK了这样 但沉浸式的话 它其实变成是 拍电的时候 我常常自己在走来走去 变成说我要去看看说 这样子的走位 或是演员这样的情绪 如果从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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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 会不会有什么不大一样 或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阻碍或是落差 那如果有阻碍就要把它修正掉 你们通通都是骗子 我是什么东西啊 我可以让你们这样随便丢来丢去吗 你们都当我是个包袱 演员和观众零距离 随时会有突发状况 也考验演员逢凶话机的本领 他们离我们这么新的情况下 我每一句台词跟每一个动作 我都还要再顾到说 我这个动作大一点会不会打到人 我这个台词 这样子它在我那么近的话 是不是有危险 然后甚至有的观众 会很热情的跟你互动的话 我们要怎么让这个剧情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遇到这种 我们必须就是排练好的时候 是要走过去坐着 或是走过去某个地方 但是观众在那边的时候 就是要 散发出一种 请离开这个地方的磁场 让它慢慢自己离开 如果不愿意离开的话 就推它走 很像鬼这样 没有舞台上下之分 打破既有戏剧框架的 还有这一部作品 各位午安 午安 欢迎各位搭乘微薰列车 我是各位的列车长 首先先伸出你的左手 感受一下你的脉搏 现在是否我在跳动 好没有 搭上这部列车 踏上奇幻旅程 这部沉浸式体验作品 更强调观众和演员互动 甚至期待观众彼此间也能激出火花 请关 邀请观众上列车的 然后经历 经历列车上的一些故事的一个旅程 那角色会跟他们有些互动 可能在车上会发生一些意外 那也会了解这些角色的故事 我们还期待就是观众跟观众之间 会有一些连结 就如同我们在交通工具 或者我们出游一样 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经验 我在伦敦念书的这一年 体验到非常多奇奇怪怪 然后非常前卫 非常创新 非常实验 但也非常打动人心 然后让我下巴掉下来的 各种可能性的体验 然后 所以就觉得 其实创作者可以做更多 他可以认真的为体验者去构思 一个很棒的体验者流程 在最后达到 你想给他的一个满满的情绪 就如同看一部电影一样 有人在上面吗 拿到我了 你可以拿我一把吗 2015年 陈兴隆和朋友合组公司 专做体验设计 但当时大家对体验接受度低 更重视的是CP值 想要吸引观众 创造商机 先从餐饮体验下手 跨出第一步 然后到1819年其实 有看到有一个蛮清楚的 就是大家认同了 餐饮体验 然后也理解了 怎么是体验 然后重点就是理解 那个CP值之上 那个 原来这些设计 这些好感 这些趣味 然后这些无感感受 这个流程 这个故事感 是有价值的 然后我是花钱来买 这个价值跟这个回忆 不只是 那一个牛排 龙虾干贝这样 从无光晚餐 尾熏大饭店 到近期作品 若日转运站 六七年来 团队不断学习 也不断突破 现在更能抓到观众胃口 我就沿着隧道前进 沿着隧道前进 林美华 林美华 观众喜欢探索新的空间 所以在同一个作品里面 能创造空间的转换 会让观众会有新鲜感 每一个角色 他都有一个自己的 神秘的一个空间 会在这个列车上的 可能是窗户啊 或是一些奇怪的地方 会带一个观众爬进去 或转进去 或是跨过去到一个 另外一个奇幻的空间 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他的内心世界 或他的过去 去了解这些故事 会兵您好 欢迎登机 您好帮你剪裁 下安全带哦 作品的另一部分 是让观众坐上 真实还原的机舱里 戴上耳机 在黑暗中感受一场 无处可逃的飞行 他的观影特殊性是 全世界其实没有人 用这个方式在创作 你会在一个无光的空间之中 跟着耳机的声音 感受这个飞机起飞降落 他想讲就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概念 其中一个平行时空的飞机 是安全降落的 但有可能其中一个平行世界的飞机 是会坠落的 你可以看到喜欢这件事情的人出现了 然后会有一批人 然后那批人不小数 就可能是十万二十万了 对 然后他有机会变成一个产业 大家开始追寻那些无形的价值了 对 就是不单单只看 那个所谓的CP值 就是看到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是 这几年看到最美的地方 国内刮起沉浸剧场风 作品接连诞生 带给艺术创作者不同挑战 也为观众开启五感的全新体验